大家好,2020年11月10日第四部视频 上海疫情又来了 上海正在开进博会,热闹得很 正是领导露脸的时候 又可以展现大国风范 又可以好好的说一说大国理政 又可以表现一下中国抗疫成果 亲自指挥 亲自散步,咱就不知道了 这个疫情爆发在哪呢 说是一个人被查出来了 是哪的呢 是上海浦东机场 一名搬运工 这个搬运工不可能自己平白无故得 他生活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地方 又是在浦东机场 每天搬运行李 每天接触旅客 还有同事 这是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这里爆出来一粒 说是其他的密切感染者都没有 啥事都没有 你信吗 我反正是信的 反正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那如果要是不信 那到底有多少感染者 不信 这个又会怎么样 那不是给这个金博会抹黑吗 那只能是他一个 金博会正在开着 疫情又卷土重来 就没有想到 早早的把那个国药集团开发的疫苗 给浦东 所有工作人员 给金博会所有工作人员 打上一针 看来还是这个 只给出国这些低端的老五人员打一打 让他们当那小白叔 要么呢 就是浦东 这工作人员打了 可能没有起作用 不是说是无一例干扰 我也搞不清 不好意思 嗓子这一片不好 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了 这个事情 信心还挺大 进博会期间 上海市会展 主场地 那里的交通枢纽 发现了疫情 中国正在吹得上天的 新冠疫苗 好像对这个事情 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表现了三方面的事情 挺耐人寻味的 好了 拜拜